昨天隔壁的老王媳妇送了些水萝卜 今天叶子已经发黄了 赶紧把它吃掉 先将萝卜取下来 再将萝卜用清水冲洗干净 将萝卜的根部切掉 接着再将萝卜给上十字花刀 切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不要切断了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凉水中 稍微浸泡一下 大概五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来 控干水分 装排 找一个空碗 倒上浓缩橙汁 再加一勺白糖 半勺白醋 来一点点的盐 用勺子搅拌均勇 白糖融化即可 最后淋在萝卜上面 就可以了 今天做的这个萝卜 是酸甜口味的 如果你不喜欢是甜 那就做成咸口味了 我是响哥 喜欢记得关注我